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呢 是原来示范一下 使用我们的 使用我们的开放式教科书 然后呢使用沉浸式翻译 一段英文一段中文 前一集影片已经说明了怎么做 好来那这个 我先示范这个我们到时候再来处理 这个是其中有一本 有一本课本 我把这个复制 到了Chrome上面 到Chrome上面 到Chrome上面 贴上 或者你只用Chrome的话也可以使用 也可以使用 到这里来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Libertex 这个是UC Davis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他们所建立的 好来这里有一个 这是Google Translate也可以啦 但是我比较喜欢用这个 按下翻译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Chemistry Malik 普通话学概论有这一个 好然后这边 This book aims to teach introductory concept of chemistry to undergraduates OK 那这边的话 in one semester 先这样子 先这样子 OK 本书只在一个学期内向本科生讲受化学入门概念 OK 那这个地方呢 指在这个是其实是什么 指在这个是大陆用词 因为它的翻译是大陆 那我们台湾叫做 Amstu 本书目标 本书中指 OK 然后呢 这边会有个undergraduates undergraduates 我们讲说under就是在下面 graduates就是研究生 有人念graduates 我是习惯念graduates undergraduates就是大学生 大学生不是college student吗 呃 因为阿元个人喜欢用Firefox 这边是Firefox 这边是Chrome 那我就把这个翻译的东西放到这边来 阿元英文程度也就普普通通而已 那有些时候赶时间的时候 我就直接用英文的翻译 会比较快 好那我们随机再看一次 假设这边有一个元素 点进去 新的分页 这个已经是Chrome了 好这一支Chrome了来这里 这边 Dalton's Atomic Theory Dalton的原子理论 第2个 subatomic particles and a modern view of an atom 就是 次原子的粒子跟现代 这怎么讲 对原子的现代观看 或者一个观点 来我们看它怎么翻译 这边点进去 OK OK 就是Dalton的原子理论 好 亚原子粒子 我不想想次原子 但是 我个人觉得它翻译的词 大概90%是对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棒的 好 那这样子的话 各位慢慢慢慢 我后续的东西 就会用这个模式 我就会这样子讲 描述亚原子粒子 即电子 直子中子 我会告诉你们说 电子 就Electrons 中子 跟正 直子是Protons 那Protons 我们翻译成直子没有错 同时间它也是氫离子 氫离子 所以呢 我们叫翻译成氫离子 跟直子 我们在台湾是两种翻译 但事实上它在英文就是Protons And Neutrons Neutrons 就是中子 就是中子 这样子的话 建议大家 在背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只看中文 但愿意的话 花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英文的东西 OK 那这样子的话 有问题随时让我知道 我就先录这两段 接下来我们就 开始来看我们的课程